练练有词 就是逼迫大家一定要做好题之后才进入C部分 而是加入这样一个环节之后提醒各位 你需要把单词进行串联 因为大家会发现我后面即使在B部分的测试 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单词一个含义 而是把一串单词的含义打在一块儿 让各位做出选择 那么在进入C部分之后 各位会发现C部分更多就在符合我们之前最重要的 也就是导学课 很多人会觉得导学课不重要 其实导学对于词汇课无比重要 它是一个理念课 那么我讲过练练有词的关键词就在于 我们不讲怎么背单词 虽然我也会讲 但我们不把背单词作为重点 就是这门课能够在去年 冲到中国所有考研词汇销量书的第一名 真正超过了于敏洪老师那本书 也是我活到三十多年到现在最大的一个 我觉得是我自己蛮值得得瑟的一件事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是 考研同学明显是比很多国内的考试群体的同学 要显得更加理性 他能理解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在做这门新版课程的时候 也投入了更多时间来制作它 那么新版课程的C部分依旧是和老板一样 重点讲解这些词和词组搭配在文中原句当中的应用 这比记单词更重要 因为你背诵单词是注定要遗忘的 而你把句中的感觉多多去抓住 就会突然发现 英语和中文最大的一个学习痛苦就在于 这么多年 大家都试图用中文思维来解释英文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句子当中所有的单词你都认识 你还是翻译不过来的原因 而到最后发现英文它是一种重感情色彩 而不重单词含义的语言 更多有时候这个词即使你背了它中文六个意思 放到某个句子环境当中 只要上下文环境发生了变化 它在句中的意思在翻译的时候 如果要通顺的话 又得出现全新的一种翻译 所以这就是英文这种语言的特点 它重感情 所以我需要做的是在C部分清除更多时间 来带各位掌握一个东西叫做语感 这是真正可以帮助各位在考验当中得高分的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 有很多同学只听了练练有词请门课两遍以上 它考验英语上线已经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去看每年考完试之后 在我微博的留言 骂我的夸我的都在 我说过没有一个人会让所有人喜欢 这一点我还是非常直观 非常客观的来跟大家讲这个问题 那但是如果发现骂我的人跟夸我的人的比例 可能就是95%对5% 那就证明我是OK的 但如果是35%的人骂我 65%的人夸我 我觉得我就接受不了了 有骂你的人已经明显偏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每个留言 我是从来不删留言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么所以C部分学习 大家一定要看 我很害怕有很多人 他很多年都有这样的同学 只看A部分 他还没有抓住这个语言的精髓 就是我之前反复讲的 你学中文怎么学的 英语就怎么学 因为都叫语言 学中文你绝对不可能是通过背单词学好 你到时多读句子 多看文章之后 才使中文水平得到提高 所以在学英文的时候 依然要贯彻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当然了 今年最大的创新在于 ABC讲完 第部分的测试讲完之后 第部分还是一样 对于这个词的应用的一个测试题 让你选择词组的变析 同样的一个意思 四个词哪个选进去最合适 后台的程序人员 又会制作一套全新的测试题出来 然后我们在里面可以拿到测试题来操练 那么测试题 第部分我出的非常的难 难到前十个单元 你们就别想对 我可以这么说 大家别难过 如果我出的题都是你一做就对的 那这个训练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应该边错边笑 哇靠又错了 你就又发现了自己的drawbacks 你的一些缺陷 你的点在哪 Something you have missed 就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按照四步来走 那么今年最大的一个创新在于 我的前三十个单元 分别按高频中频低频讲完之后 最后在新版列列有词出现了一个板块 叫零频和补充词汇 这是老版书当中我一个遗憾 我解决了 老版的书只是重应用 而确实在记忆这个板块 把很多老的十六年真题没有考的单词扔到了一边 导致很多人会有误会 说老师你这个单词量涵盖 没有覆盖考验所有的五千五百个单词嘛 那我今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 我把这个部分聚焦近十年真题 那么有很多近十年没有考 但在老题考过 或者在大纲里挂了很多年没有考过的词 或者大纲里挂着的词 但是它的变析没有考过 那随时可以考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考验英语大纲它可能只是给你某一个主词 但它的扩展词它没有写进去不代表它不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考验词汇难度 早就已经达到了托弗亚斯 在七千五到八千这个难度级别 所以一个考验可以得高分的人 我指的是英语一在七十五分以上 英语二在八十分以上 这是考验高分的标准 那么能得到这个分数以上的同学 一定它的单词量 从非常精确的角度来讲 至少要达到七千五这个数字 它才会游刃有余 就比如说我诸伟教词汇这门课程 如果它的考试要求是七千五 那我个人单词量 我在一万二到一万五 我教这个课就会非常轻松 否则就会很吃力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今年的一个创新点在于 我会在后面又加了十个单元 也就是说今年的新版依旧是四十个单元 在后面的十个单元 它讲解的是零平和补充词汇 而各位注意了 并不代表它的名字叫零平和补充词汇 它就不重要 它依旧非常重要 只不过是比如我举一个词 大纲上写着一个词 A开头的 大家最熟的两个 第一 永恒的 买了任何单词出永恒的两个词 第一个叫放弃 叫abandon 第二个词叫充足的大量的 是这么写的吧 叫abundant abundant 叫充足的大量的 哎呦 挡住了 我把头低下来 大家看这个词叫abundant 叫充足的大量的 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词所有人都认识 但很遗憾 它的动词形式叫做abound 很多人就不认识了 abound O-U-N-D 这叫做充足的大量的是使用词 而这个动词的意思它叫做充满 到处都是 是个不群舞动词 这就难了 所以我上次讲过 比如说一个句子叫 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浪漫的氛围 中文说的可复杂了 英文两个单词搞定 叫romance abound 搞定 那如果要积物 它就要加这词 叫romance about in this room 这个屋子里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不是浪漫的氛围 是浪漫的氛围 所以大家看 它如果你认识这个词的人 很多人很可能就不认识这个 来各位在电脑屏幕对面琢磨一下 是不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词 那就可以成为考点 对吧 写字我也可以用啊 关于某个东西的例子到处都是 examples about 你的主题词 something topic examples about something abound 这种例子很多 你看这种句子多好 它可以引出例子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讲解 各位就理解了 我在后面的十个单元 我会用各位最熟悉的方法来讲 但绝对不是从A讲到Z 因为书中我的大纲 是用A到Z的顺序编排的 如果我顺得这么讲下来 又回到以前词汇课的老路了 我是非常鄙视曾经的传统词汇课的 这种讲法 要么用谐音串联记忆法 单字读音跟鬼一样 然后也不会用 只会记 要么就是从A到Z大串讲 这大串讲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背了那么多年单词书 都是A到Z的 你又背不完 所以我需要做一件事 把它们揉成一片 把里面所有的词 从前后角度 同义词 辨习词 反义词 全部揉到一块来讲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这个背课量 所以在后面最后 我又做了200多张PPT 来专门分十个单元 把后面的补充词汇 并且和前面的主词的关系 也会扩展进去 这样可以帮你们 真正实现大串联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今年的新版 一定可以超越老版 好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 我们的课堂 那么首先我们进入 Unit One 单词实际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很快 来 首先串联部分 我们来把单词串一串 在串之前说一句话 还是我上课的教学理念 也是老板能够成功的 全国同学都知道的一句话 一般检验一个人 有没有听过恋恋有词 就问他 诸位讲过一句话 叫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这是考研同学最好的注解 你们不要问为什么 如果你想要得到 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反而要把这事放一边 Steve Jobs想挣钱 他不会对别人说 我想挣钱 他会问别人 你到底是想买一辈子糖水 还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改变世界 这是他忽悠当年 这个百事可乐的CEO 来做他的这个COO Chief Operational Officer 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那么同样的道理 于敏洪同学创立新东方 他也不能说挣钱 还帮助中国同学 不要像我一样 苦逼的想去美国留学 那么多年去不了 把英文学好 把中国的故事讲出去 这是喜大大说的 所以请各位 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在里面 反而效率会高 这句话很多人在说 很遗憾 很多人不会谈的英文版 我把它准备好了 来 这个英文版的翻译 也充分证明了 我的教学理念 列列有词课 往上是词汇课 往下是写作阅读课 往左是翻译课 往右是长达句课 搭配课 所以这门课为什么经典 因为它从词扩展开始 把词所有牵涉到读写搭配 词组的全部解决了 所以它能辐射到完形天空 因为完形考的是词组搭配 而不是单词量 所以它能指导写作 因为写作扣分的一个关键就是 大家的用词非常的不到位 你以为自己说的很对 其实这个词用法搭配错了 那么再往前对接的就是翻译 那么很可能 我上课C部分会讲到很多长达句 都是真题 真题的考法是高度重复的 无论是话题还是语法类型 就那么多种 比如说从句就八种 然后就考非语读动词 其他什么导装虚拟 并不会太大的影响 你对于句子的理解 所以像这样一些东西 如果你放上课反复听我讲 也不要问理由 别人都在做题 你别紧张 诸位说过 题目可以晚一点做 先把基本功打实了 你去少林寺学武功怎么飞 也不可能师傅说 来从崖上跳下去 那是让你去死 Go to hell 第一步肯定说 你跟我去那个角落蹲马步去 对吧 你蹲马步蹲八个小时 每天蹲八个小时蹲一年 好 你坑子坑子蹲了一年 第二年 你去那个角落去跟我跟我挑水去 每天挑十个来回 挑水从山下挑到山上 你再挑一年 我就教你 一般人就 You're a liar You're a fucking liar 你这个骗子 我不学了 我学飞的 I believe I can fly I can touch the sky 你就自嗨吧 所以大家看 这次路都不对 第一步扎马步 不要那么早碰整体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句话的翻译 我都基于这个原则 叫写作部分用小词 就比如说 你们都认识一个词叫stick 但中国同学就不用短语 stick to 叫坚持 你背到这儿 这个词才叫认识 听懂了吗 这句话你看我怎么翻的 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叫 Don't aim for success If you really want it Just stick to what you love and believe in and it will come naturally 也就是说 大家看 你只要stick to 也就是说 You just do what you love and believe in and it will come naturally 这就是翻译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两句话 来开始我们练练有词的课堂 再合适不过 为什么 这个语言 中文和英文的差异 也能看出来 中文 五千年文化历史积淀 文奏奏的 可深奥了 但英语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语言 很简易 老外说话都非常轻松 非常简单 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像这样的句子出现的时候 你们 你们只需要用小词来翻译就可以了 你哪怕把这里的stick to 翻译成do 这个句子都是高分级的句子 因为它结构清晰 思维连贯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这是背单词所不能给你的 连连有此刻 一定可以给你这样的语感 所以这句话 我建议各位背下来 下次在我微博上留言 来 今晚就去留 都知道我微博叫 诸伟老师 因为上面每天都会更新一些 英语学习的东西 尤其到后面 越接近考验时间 越有大量的信息会发布给大家 那么大家可以在后面记录一下 以后留言 这一届新版开始 不要留中文了 以前都是同学来宣言 一般我会要求第一节课 去我微博留一个言 打个卡 证实证明你要开始的 你待会就去 你留英文 好吧 证明你背过 来 接下来我们来正式进入词汇的A部分学习 简单词 第一个 注意力高度集中 回到这里 虽然我们隔着屏幕 我也希望可以 感觉大家好像似乎坐在我身边一样 我们一块来进入状态 state 叫状态 来 状态 情况 它做国州的意思比较简单 比如说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也就是USA San Uncle San 对吧 山姆大叔 像美国 它叫联合各州吧 美利坚合众国 合众国就来自于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叫联合的州 state 从前面开始第一个字state 动词 我说重点你就打鼓掌心 它的意思叫陈述 说明 那么规定就不用讲了 就state state something 那么比如说它的行进词有 Statute 叫法令 人家说法令 怎么会有这样的意思呢 法规 因为它有规定的意思 state 陈述嘛 表述 有法令 法规 后面这个tute 本来就有权威机构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学的研究机构叫什么 各位看看研究机构是不是叫institute 看到没有 这个部分叫institute 这叫研究机构 叫institute 对不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词 它和这个statute 它的合并项就在哪 来往后躲一躲 就在这个部分 你看来自于tute 所以它就有一种机构感 institute 所以才有了statute 叫法规 你看 在上面的一国的机构 因为前面有state词根 国州 那么接下来重点词来了 叫manifestation 那么这个词叫表明 表现 那么它首先来自于一个词叫manifest 很多人看到这个词会误认为 前面有词跟man 跟人有关 那其实这个部分 它的关键是后面的fast fast 如果这个不明显 再fast 这个词根记录一下 它等于speak 它等于说话 叫speak 说出来的意思 比如说 有部电影叫圣女真德 女主角我非常喜欢 叫米拉乔沃斯 演过这个resident evil 生化危机 五部曲 对吧 后面越拍越烂了 那么导演叫吕克贝松 是他前夫 吕克贝松 为他量身定做过一部电影 叫做messenger 叫圣女真德 是在这个梵蒂冈教廷 也很有争议的一个女人 她死后几百年之后 才把她赋予她圣女这个身份 因为她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 她里面在很小的时候 电影刚开始 每一集刚开始 这个电影刚开始 每天她都要跑教堂几十趟 跑的那个神父叫father 那边就说一句英文 father I want to confess father I want to confess 你看 sorry 多写了一个s 叫father I want to confess confess什么意思 叫 你看 基本功在书也知道 单词开朵只要有 say or叫together 叫一起 叫一起说出来 你看 fast叫speak 叫说 叫一起说出来 全部说出来 所以confess 它的第一个意思叫坦白 第二个意思叫 在宗教场合叫做 忏悔 全部说出来 confess 所以fast叫说的意思 于是才有了这个部分 叫做表现 说出来 你要表明你的态度 就等于show something show your words show your mind 就是这种感觉 而后面的前面的这个many 其实并不是这个词的关键部分 词根部分 fast才是 那么这个词的难点在于 它动词就要表明 显示 它的形容词 记录一下 你一旦说出来就会怎么样 你的态度观点就会很清晰 很明白 它的形容词叫 明白的 清晰的 等于我们以前四级学的一个词 叫obvious 你看 到了考研 它就会升级 好 manifest 这是它的第二个意思 它最难是第三个意思 做名词 名词反而有回归了前面的部分 叫做人 大家可以看到 man 人出现了 那么它肯定跟人有关 它指的是旅客名单 乘客名单 就比如说 你坐飞机 到了飞机上之后 然后空城开始清点人数 发现还有一个人没上 他清点盘点的时候 拿了那个表格 上面就应该是这个词叫manifest 旅客清单 或者它现在有些表格比较简单的 直接叫做passenger 就是我们知道的乘客 叫做passenger 叫做旅客 对吧 旅客 乘客 它manifest 叫乘客名单 passenger 乘客 刚刚我讲的圣女振德 叫信使 它这个圣女 它指的就是给上帝 传信息给普通大众的人 messenger message 来自于词根 看得出来吧 来自于词根 message messenger 圣女振德 gint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部分 这个词的意思 很难 那么当然了 代表名单 乘客名单叫manifest 我们在每次电影院看完电影 最后电影结束 会出现一个词叫做cast cast 叫做什么 叫做演员表 每次在最后 大家下次去电影院 或者看美国的电影 一结束 第一个词上来一定是他 中国的现在大公司也是这样 华谊兄弟 叫cast 叫演员清单 演员名单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再来继续 下面一个词叫statistic statistic statistic 叫统计 统计数值 这个词还比较简单 大家都应该认识 statistic 它做使用词叫统计的 那呢 有个使用词叫statistical 统计学的统计的 那么这两个词的区别 其实从使用词角度没有区别 但是名词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IC结尾的词 通常都可以多名词 通常都可以多名词 比如说大家最熟的一个叫批判的 那如果我说到使用词批判的 我恐怕各位想到的并不是这个词 叫critic critic叫做批判 做名词叫批判家评论家 而如果我说批判的 各位通常想到的是这个词 对不对 叫critical 各位反而通常想到的是这个词 叫critical 比如说我们学过的叫批判性思维 怎么说的 叫critical thinking 对吧 批判性思维叫critical thinking 就这么来的 critical 来继续 statistical 往下走 那么行进词 我们来看 stationary stationary 来自于station station 站 在站台上一动不动 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叫stationary 叫固定的 禁止的 接下来 这个也很简单 statement 刚刚讲过陈述 所以它有陈述表达的意思 属于一个非常formal expression 正式的表达 比较简单 understatement 这是考验当中的难点三角形 叫保守陈述 为什么 这个前缀under 基本功在弱也知道 前缀可以把单词的方向和情感给规定出来 这个在最后的十个单元 灵品词汇和补充词汇部分 我会大串 再次强调 灵品和补充不代表不重要 不要以为它不考 因为这本书 这个课程聚焦的是近十年 所以那个部分可以把老的和大纲 你没有在近十年考的全部串出来 所以合在一块这课就无敌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 我在不断地为后十个单元做辅定 前三个单元是基础 后十个单元是大串烧 有点像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听 那么under前缀 这里我不赘述 后面会多讲 说到下面去了 比如说各位最熟的under开始的词 你看我们学过一个词叫估计 叫estimate 对吧 低估叫underestimate 高估叫overestimate 没错吧 就这么来了 一个叫低估 一个叫高估 所以你看overstate understate叫不实地表述 说的在真相的下面 就不太充分地表达 你去这么去理解 根据上下文 我反而强调的是 你们不要对中文意思进行太过多的去推敲 因为很多人背单词跟傻子一样 我见过太多人在高校里面 比谁嗓门大 我见过太多 我每次到高校 我就喜欢走到教学楼或者树林里去看看读书的人 从大学生读书的状态可以看出来水平的提高并不大 还是好多人在里面 abandon 放弃 放弃 abandon 放弃 放弃 abandon abandon 名词 放弃 放弃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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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 abandon 跟克里耀一样 这样有个屁用 你读一百遍第二天还是忘了 你看你反而不要怪住中文 你找它的感觉 什么叫感觉 你看under 叫说在它的下面 所以它的感觉说的不充分 那如果上下文下次环境又变了 可能是虚假表述 扯淡 你甚至这么翻都可以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阅读里面 你只要把那个情感和方向翻对了就可以了 哪里需要你去把它的意思翻得如此精确 何况如果你精确的去对应 反而不善于你在剧中对具体环境进行含义的调整 因为翻译的关键到最后就是 把意思给撸顺就可以了 你会撸吗 你别撸不顺 来强撸就回非烟面了 所以这种词我再强谈一下 这是恋恋有词课堂的一大特点 不强调单词意思 强调感觉 那同样来overstate 什么意思呢 刚刚要说到底下说的不充分 over过头了 依旧可以翻译成扯淡 这个淡是往大的扯 这个淡是往小的扯 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有钱人 你说答应你真有钱 没有没有 好穷好穷 这叫understate 如果你一个人一个月工资五千 你说你真有钱 一个月五千 他说必须的 我靠我都有钱图好 那叫overstate 姿态不一样 所以上下文环境 我相信我已经讲明白了 那么名词来 自己感觉一下 既然你学了一个词叫understatement 这是考验当中出现的词 我才会出现 注意 恋恋有词课堂PPT上打的词 是一个都不能少 这些词我打在PPT上 就一定是重点 哪怕你在文中看到一些别的词 不认识 我没讲都不会影响 因为这都是考试的重心 只要把这个课录完了 有些词根据上下文推出来 都不影响你整个句子的理解 他应该理解我这句话 所以当我现在问你understatement名词 你就不要有语overstate 他的名词肯定叫overstatement 因为他们共享了一个同根词 叫state 陈述 而state名词就叫做statement 声明 所以overstatement statement 政治家 绝对不是politician 大家注意一下 politician 他不做政治家而言 这个词更多的意思 他指的是政客 或者叫玩政治的人 你看他指的是根politics politician 而这个statement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他叫政治家 为什么 因为他把国家扛在街脑上 state estate 房地产 房地产行业 你看为什么 state 买土地的 国 州 estate e 基本公司 如果也知道 单词开头只要有e 或者ex 叫外面 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你看 土地 是国家的 在土地的外面 上面有房子 我们中国人买的不是地 买的是房子 因为普天之下 莫非网土 美国人 西方人很幸福 买了这个房 土地上下 左右 前后 山 游泳池 全是我家的草坪 我们不是 我们只是房子 而且我们还是70年 所以在中国 没有人可以有权买房子 我们是租房子 70年 别人想拆就拆 estate 所以中国的中文名叫 英文名叫China 谐音叫China 今天拆哪 China 来 estate 不开玩笑了 它叫做房地产 财产 可以引申为财产 考试主要不考这个词 考试主要考的是叫 real estate 接下来 real estate 叫做不动产 这是考试经常考的一个词 那么当然了 它经常会有个搭配 叫real estate broker 叫不动产经纪人 broker 看到没有 很有趣的一个词 一看到的过去是像谁 break 是不是很像这个词break break叫打破 broker 叫打破 毁人不倦的人 太好了 叫经纪人 所以中国人翻得特别牛 叫中介 一听就跟骗子一样 从前面要加个字黑 黑中介 对吧 broker real estate broker 叫做不动产经纪人 下次比如说娱乐圈 鱼记 怎么说 娱乐经纪人 叫entertainment 娱乐圈 娱乐 动词叫entertain 对不对 名词entertainment 叫做entertainment broker 叫娱乐经纪人 对吧 所以大家看这些词 一通百通 好 继续 背诵的任务就是你们的 我的任务负责大串讲 我讲完之后 接下来你们回去背诵 就可以了 你不要让我同学们 来跟我一起读30遍 real estate broker real estate broker 这个课混时间也太好混了 你们有些部分没听懂 暂停 或者偷回去再听 都是ok的 好吗 来往下走 行进词 继续 devil state 不是state不挺好的吗 表明态度 前面加了个devil 有没有又想起我的一句话 前缀决定单词的方向和情感 你看前面devil 这老师我基本功弱 你再弱也知道 低代表向下吧 你这个不知道考验 想开一点 好吧 你低都不知道向下 想开一点 脸上写了四个字进考上 重在参与 形态放好一点 不要有太多期待值 当然了 开玩笑 我们才刚开始第一代言 怕什么 还有很多代言学完之后就可以了 devil 哪怕你根据读音 也能猜到 呦 恶魔怎么说 恶魔叫devil 对吧 你看来自于使用词 evil evil叫罪恶的 对吧 比如说恶臭 叫evil smelling 臭脚 叫evil smelling feet 不是可以吗 叫恶臭的脚 当然不要瞎醒 我上次看有个同学 在做我腻血 把我笑惨了 他写 Hong Kong feet 靠着谁教你的 脑外在挠头 这写的是什么呀 你不要用中国人的思维写英文 别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葫芦娃 你写葫芦娃 别人不知道你在干嘛呢 好 devil 恶魔 一定是要下的 所以这个词叫毁灭 看到没有 devil state devil state 它的使用词叫devastating 毁灭性的 极具破坏力的 叫devastating devastating 很好理解 那么推荐一个国外的APP应用给大家 叫做The Onion 叫洋葱网 大家应该知道 现在纸质媒体被互联网打得 打得真是非常惨 出版都进行不下去 马上跟我合作的一个出版社叫商务印书馆 今年我开始我两本最重要的书 一个是考英语官方指南 因为我拿到了这个考英语大纲解析人的身份 以后也算半个官方的干儿子了 没办法 在这个行业内为了替全国考研学子服务 我必须往急破头 往这个我憎恨的体制里面去钻 钻进去之后干嘛呢 拿到第一手信息 那么他们现在大量的会去 看一些你们根本想不到的一些一些报刊杂志 包括拿美国本科生所用的教材里面的文章来出我们考英的题 再也不是以前那种只聚焦 Economist Newsweek 面会放宽 所以大家在阅读的时候 平常可以读一些很有个性的 极具个性的一些一些一些东西 好那比如说我推荐的这个叫The Onion 洋葱网 在美国纸质媒体也在下滑的今天 它居然每天它的销量 每年的销量还一百分之二十五增长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叫 Ironical Current Events Newspaper 它的定位是一种叫时事讽刺类报纸 什么意思呢 它只报时事正值每天发生的事情 但是它是以讽刺的口文来讲 所以读完这个可以了解美式幽默 当然了刚开始读前一个月 别想读懂 我英语水平比你们肯定好很多 我读第一个月就接受不了美国人的幽默 找不到那个点在哪 那读多了之后就有感觉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词 你看用到这样的场合 含义就会发生很奇怪的变化 但是对你记住会有帮助 还是一个理念 词跟读要放在一块 多扩展 好 那么紧接着看上面一个字叫workstation 还比较简单一点 叫工作台 不难 status 社会地位 你看站着的地方 stand的词根 大家慢慢就感觉到它跟站在那边有关 立在那边有关 因为有个词叫stand 好 status 不难 它的近义词 来继续 我们讲了那么多 叫做表明 阐述 表明你的态度 来了 assert 感觉一下 虽然第一单元 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希望 看到各位水平有提高 来感觉一下 它哪里有点意思 让你感觉是叫断定 坚称 表明 态度好像比刚刚的state 更加的坚决 很确定的感觉 所以才叫坚称断言 哪里 cert 一定要我写吗 来再看 这是谁 cert 当然了怎么说 certainly 对不对 名词必然性 中国人说必须的 certainly 名词就certainty certainty 叫必然性 对吧 certainty 那么大家对于一些词的发音 没有把握的 可以打开新版列列有词的书 里面有配了这个二维码光盘 有非常标准的美国人 我们从北市大找了一个教授 直接来读的 美国人 所以标准美音读 你们可以跟着读 我个人还比较喜欢 音音美音都有点喜欢 但我上课有时候不一定 有些词我觉得音音发音好听 我会讲音音 他就是assert 美国人读 英国人assert assert 英国人就这样 感觉一下 好叫断定 来自于certain affirm 懂了 firm firm本来就是坚定的 所以也叫断称断言 assert affirm 都很简单 来 继续 下面一个词 public 公众 这个词不认识 拖出去辨识 形容词名词都可以 凭什么这些词 老师形容词名词都可以 后面再说 铺垫一下 我们看他的行径词 第一个叫publication 这是各位要注意的 公布于大众嘛 所以他的意思叫出版 其实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词 名词叫出版 而是因为他有个动词 叫publicate 看出来了吗 明显来自于动词叫publicate 因为后面的名词 shin t-i-o-n 动词不就te嘛 publicate 叫出版 发行 publication 就这么来了 当然了 我们更多发行用的是这个词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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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名词叫文章 论证 叫论证 论点 论文 对吧 做动词叫发表 issue 一般是比如说发表一篇文章 issue an article about the heavy maze heavy haze in china 重重的雾霾现象 haze 霾 这些时下流行的词一条会写 write an issue an article about the heavy haze the serious haze problem 可怕的haze problem serious 严重的 严重的雾霾问题 in china 所以大家看 这样的一些东西 要会用 issue 不要在旁边 我扩展了里面 不要 那么 继续往下 republican republican 共和体的 都应该知道 你看 公众 社会公众 republic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人民共和国 所以它叫共和 共和党 republican 那民主党呢 民主党叫democracy 接下来 你看民主 叫democracy 为什么 民主是什么意思 民主就是公布于众 信息充分 公开 所以 有一个部分叫demo demo什么意思 样本 就你别扯淡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这种共和国家 就很多扯淡 因为它大而空 一个人扯淡 裁判 教练 球员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 他就扯 我们要大力加强管理 在中国天天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要努力推进什么 你怎么推进 具体一点 几年 怎么推 多少人参与 什么机构 资金哪里来 有什么纲要 怎么发动群众 没有声音 所以 我们这种国家 做事就是自己误 三个字就是自己误 老师教不好学生 你误性不够 扯淡谁不会啊 中学初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哪里还没碰到过 一个数学老师 自己解不出题的 问他 他最后骂你 你误性不够 自己误 好吧 这个题这么简单 还来问我 都是这样推卸责任的 所以 民主的意思就是 你别扯淡 拿出你的样本 表出来 表明出来 demo 所以这个词叫民主 听懂了吗 你要拿出你的立场 democracy 来 养成一个习惯 我们虽然考研 不考听力口语 但是读音漂亮的话 对你一定有帮助 大家会发现 我在所有老师当中 还是比较注意发音的 我在这块提出很多要求 我中音位置还是非常注意的 大家一定听我的 只要你中音位置比较正确 你的读音就差不多哪儿去 所以这个词来跟我读一遍 democracy 否则你读democracy 听不懂 因为你读的是 它的另外一个名词 叫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叫democrat 民主人士叫做democrat 记住了吗 叫democrat 而这个词叫democracy 写下来叫democracy democracy叫做民主党 共和党叫republican democrat 民主人士 民主派 好 继续 终点词来了 publicity 不要被什么公众信息宣布 就是曝光度 publicity 为什么 来 有一个后缀出现了 ity 基本功再弱 来做笔记 这个部分代表抽象 凭什么 人怎么说 person 个性怎么说 personality 有没有一点印象 创造怎么说动词 create 创造力呢 creativity creativity 你看都有ity结尾 抽象成一种叫性质 力量 率 力 所以publicity叫 公众知晓的度 所以它叫曝光度 也就是知名度 publicity 曝光 当然了 有好的 也有差的 它的前面可以跟positive publicity 叫积极的曝光 也可以跟消极曝光 我写到上面去 叫negative 接下来 也可以跟叫negative negative publicity positive 也可以叫positive publicity negative publicity 消极曝光 都是可以的 好 继续 我们看到的行径词 第一个 publicize 公开 pub publicize 公布于众 非常好理解 publicized 被动 被公开的 publicly 公共的 父词 不多说 简单的我就过 词组 in public 当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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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种感觉 punish somebody in public 当众惩罚某人 对吧 所以大家就这种感觉 make somebody shamed in public 让你丢人 当众让你 shame fear shame fear ashamed make somebody ashamed in public 也是可以的 进一词 看 传得特别像 大众嘛 mass mass 人民群众 我们说乌合之众 群众是什么 被引导的 没有太多判断力 所以这个词逼格比public要低很多 public叫大众 mass叫群众 比如说mass media 它指的是大众媒体 比如大众点评网 点评网 是典型的mass media 或者叫mass networks net网 更多考试用的是这个词 network 我加了一个s附属 一个单词 叫网络 社交网络叫social network 这东西比什么都厉害 它的传播力巨大 对不对 mass就这么来的 那么它的形容词叫massive 叫大量的 Ive 大量的叫massive 所以这个词比public强调的不一样 public强调的是公众性 而mass强调的是什么 量多 来继续 代表人类的 人民的 还有什么 civil 公民的 公民 比如说civil law 民法 人民 civil